陽光沙灘比基尼超藍大海 2018年來台旅客1106萬人次 創新高 但立委陳歐珀提出三大警訊 2018年旅遊人數逆差557萬 觀光外匯逆差更是高達1728億 來台人數雖然增加 但賺的錢卻越來越少 從2015 2016到2017年 其實我們的觀光總收入占GDP 是越來越低的趨勢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警訊 2016年開始 中國大陸來台旅客逐步下滑 到2018年共減少81.6萬人次 而因應新南向政策 馬來西亞 泰國 越南 新加坡等 東南亞國家旅客 則增加了80.5萬人 東南亞國家的所有的 這些觀光客的族群 能夠帶來台灣旅遊 但是事實上 卻不能夠很完善的做到 所謂的友善的環境 全國觀光旅館工會 理事長賴正義也批評 光是陸客不來台 就少了3200億元產值 東南亞旅客的消費力 卻僅有陸客的五分之二 只是在推廣所謂的鳳梨書 還是鳳梨書 還是鳳梨書 卻不知道 比鳳梨書更加有價值的東西 是何其之多 應該大家都會覺得是太魯閣 天然的 然後重啟之後的景色 屬於台灣特有的 台南市裡面有些小鄉村 你從外面看不出來 你要走到裡面 你就會發現 每一條小巷子走進去 都有另外一番天地 在地化特色推廣到國際 才能讓來台旅客 帶回令人感動的回憶 東森財經新聞 與許林雲哲台北報導